他只有两节而已 每一节都五会 代表公伤觉知语 怎样他会懂得念佛的人 但是他都已经习惯念佛 就像你们平常念佛念得很好的 你就按照原来的就可以了 那些假设完全没有基础的人 他只要用这个方式 我会就是我 我就是大五的意思 五会公伤觉知语 两个阴节就可以了 就是两次就可以了 他就能够一次 每次累积十万 很快他的智慧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科学家 其实咱们就是专注 只是他不知道说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他不是代表宗教 他只是人类最高的一个准则智慧 所以他是智慧 所以假设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小朋友啊 我们都会让他用这个 这个公伤觉知语 他们身体会好哦 而且他大声 像我们在大海这边大叫 12月17号 我们是成佛之道 好好每年在这边拜 我们这边来这边两年多 那你这样子念的话 像刚刚那个洪老师 因为你的 你的那个 代念的念佛 其实你的单轮已经很明确 很舒服 所以你怎么念你原来的都可以 只是现在小朋友 刚开始没有给他一个方法 他没有办法转转 所以这个方法是针对 他们现在完全出街要进来的人啊 他们一直念 念到后来一句阿弥陀佛 他们就进去因为我们要的就是一至十日 嗯 就是这么简单 就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他一定要听清文法 那现在只有我们的大脑皮脂神经元活化才有办法 嗯 对那水文宾你哈 因为你还还要再加强一下 嘿你不会老化 因为你退化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年纪轻轻退化就来不及了啊 所以这个神经元他就是个活化 你看一下他神经元是可以活化 从过去没有人可以去认同的神经元会活化 差不多四十九点五岁都老化了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为什么知道可以 因为我们自己呢走过了才知道专注念佛的殊胜 他比你静下来呢打坐的这个阿纳班纳或者是皮伯舌纳或者是鲁舌纳佛 更容易就是因为他能够透过佛光 所以我们是透过佛的力量 那我们专注所以智力谈利是合一的 所以这两节啊你看刚刚那个文宾你看哈 以你这样子带哦以你这样子带哦 你可以去影响很多人 为什么因为你强调的是和平对不对 那和平他是内心的 那你大脑你念几次你自己就会看到你的活化了哦 自己就会看到专注 你看你都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哦 可是你像那种刚刚你看我们一百生的时候有没有 你就放到你自己的眉毛一百两百 就是两个眉毛两百两个眼睛两百 鼻孔两个六百上下嘴层八百 耳朵一对两个就是一千哦 那你想你自己一千 那你就想阿公也一千阿嬷也一千 爸爸一千妈妈就是他的脸哦 就都帮他们放光了 那所以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十个人的话刚好一万生有没有 那我们家每个人事物尤其是小朋友 他们喜欢玩车子十步车子 每一步车里面都一万他十步车就十万了 就让小朋友从数学当中去玩出微积分的概念了 这样子那个洪老师您可以了解到这个五会念佛师会的殊胜吗 那我了解 那文宾你呢 可以听可以融入这个方法 我认为这样有一点分心 你有点分心哦 不用说放在哪里嘛 我放在哪里 这样啊 哈哈哈哈 要专注在一个 问题你专注的时候他会跑掉 那你自己有没有专注 比如说你现在放到这边对不对 突然间他是左边右边不用管他 你就从头开始 念到一百声又要放到这边这个就会跑掉 那用手 要不要专注 一样就一样会有干扰一条一条 那你这个干扰就是这个东西让你的神经也退化 就念念念那声音大概喔 对 这个快慢了喔 只要抓准然后几分钟 大概就念几声 对像我们刚刚几分钟而已喔 刚刚十二分开始 我们八分钟不到八分 刚刚念到二十二声嘛 不到十分这样念几声 六百 是不是六百了嘛 对 所以刚刚你看喔 你平均 以你们这样的速度一秒钟念两声 所以大家这样看一下 你要专注很容易 你就看你的时间 他就是平秒 我们像一秒就是 但是平秒更快 那你所以这样子念念到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蛮清楚的 好